再來很重要的我們剛剛講的備份對不對 因為你拍的那麼多都沒有備份 或者說有些時候你就是要連到你的行動裝置要拿 也比較麻煩 比較麻煩 那這邊呢 你可以利用Google加 Google加這樣一個 就是那個APP 那麼你可以裝在電腦端 也有它有行動端的APP 兩個都有 那麼你裝完之後呢 比較重要就是說 你可以選擇你要 那這個是電腦端的 左手邊這個 圖是電腦端 右手邊是什麼 在APP端的 好APP端的 您可以看一下 我們在這邊 在這裡 您進來之後呢 應該會看到兩個 就是Google加你安裝完成之後 事實上會有兩個東西 會有兩個東西 您可以看到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Google加對不對 另外一個叫做相簿 這是Google加的相簿 好 那我們要的就是下面那個 左邊的 左邊這一個 所以我先點相簿進來 我可不可以先調查一下 請問你有用過Google加的 還不錯喔 我們學校算多的 很多地方我去 一問Google加是什麼 還沒有人太多知道 所以前一段時間那個Google加的 好像是那個Leader 已經Siyonana了 因為一直打不過Facebook 可是事實上其實它功能還不錯啦 只是因為 畢竟還是跟我們大家使用的習慣 不太一樣 那麼沒有關係 我們用它相簿功能是一個很不錯的 你可以看到在這邊 你進來之後呢 在左上角這裡 左上角這邊 你可以按一下 這裡 不是左上角 應該是設定 下面有一個那個設定 設定這裡 好 你進來之後呢 我們比較重要是 你安裝完之後 要先做一件事情 要不要同意它自動買做備份 你可以這邊去設定 自動備份這裡打開 好 那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在這邊 我們現在的Google的空間 就Google帳號空間 原則上都是15G 好 15G 那麼 如果說 你希望說無限制的使用的話 你的像 影像 必須要小於300萬像素 所以它在幫你上傳的時候 如果這個地方沒有勾起來 那麼 你在 就是 上傳的時候 它自動幫你說成2048 好 2048這個像素 也就大概300萬像素 那 我順便問一下各位 請問那個我們一般講幾百萬像素 是怎麼算出來的 對啊 同學 筆畫是對的 它是這樣子 長 乘以寬啊 沒有錯啊 所以300萬像素就是像這樣 長乘以寬出來 就是幾百萬像素的 一般講300萬像素就是 那當然幾百萬像素它不見得每次都是剛好整數,而且每一家會略有差異 原則上是長乘以寬 好 長乘以寬 那 你了解這樣概念之後 你就可以選擇看你是要不要佔用你的空間 那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你會不會用相機做錄影 也有對不對 錄影不在這個範圍限制之下 也就是說因為錄影的 請問我們現在所謂的Full HD Full HD 畫素是多少 我們現在看電視不是都 液晶電視啊 電漿電視啊 LED的 有沒有都有強調Full HD 那 甚至有人強調4K啊 今年過年的時候 鴻海的不是有強調4K 60吋啊 有沒有 更大尺寸的 原則上Full HD 就是一般我們講2K啦 也就是他的尺寸是1920 乘以1080 那麼你如果真正來算看看 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所謂的 一般的高畫質的這種 他的 1920 乘以1080 請問是幾百萬 有沒有發現只有200萬像素而已 對不對 所以 你如果是錄影的 其實 都不會算在那個空間裡面 都不會算在那個空間 所以對我來講就比較划算一點 比較划算 因為反正錄影都算嘛 好那所以 他主要是針對照片 好 針對相片的部分 那 你如果說 這邊 剛剛這個 好 你 有設定的話 他只有照片或自動化也縮小 那影片 基本上用手機錄了 很少有4K以上的 對不對 Full HD就很不錯啦 因為檔案就夠大啦 好 所以這個地方是 您要稍微留意一下的 那麼 好了之後呢 那如果您都已經幫他 做好之後 他就會利用什麼 我們在這邊 自動備份的部分 你可以選擇 要備份的時候 要透過什麼 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 備份相片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 看是只透過Wi-Fi也可以 好 因為怕說 有時候你如果是行動上網 可能比較慢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浪費那個頻寬 對不對 在家的時候 再幫你自動備份就好 那下面那個影片也是一樣 好 那 我們 這個弄完了 等一下要來看的就是 電腦端的 雲端的 雲端的 它怎麼幫你做 原則上 它會自動幫你用什麼 以日期的方式去產生 好 日期方式去產生 那這個 好 這個部分就是在Google家上面做的 它會用什麼 用這個 日期當作是你的 預設的相簿名稱 不過你不用擔心 你還可以自己生 但是比較重要就是會像這樣 你看 點下去 有沒有 它會幫你賺到年約日的方式 你可以自己選擇 而且 它會 預設會在哪裡 叫做 精彩奇景 因為你一定會拍很多張嘛 現在底片不用錢啊 對不對 可是有沒有每張這種精彩 不一定 它很聰明會自動幫你挑 而且呢 有沒有發現有一些會動的 這不是影片哦 因為我只是連拍 它有發現你有好幾張是連拍的 會自動幫你做成像這樣 我看一下下面還有沒有 這個剛好沒有 下面這裡有 這個就是影片的 這是影片的 影片的上面會有一個這個 照片的就沒有有沒有 照片就沒有 那 它會幫你做這一種叫做 我往下走 像這個也是有沒有 對不對 你只要有連拍的 所以其實 我會蠻建議各位 你可以試試看用連拍的 它會自動幫你做一個 像類似像那樣合成 有時候會比我們 直接用拍照效果還好 那 這個呢 你都可以隨時分享 好 隨時分享 所以 你看 如果你沒有時間整理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按照日期整理 有沒有比較容易 而且 最重要 Google最厲害的是什麼 叫做搜尋 有沒有 所以如果說以後 你在找資料之後 它事實上 可以去辨識你的照片的內容 目前只支援 英文的關鍵字 但是慢慢的中文關鍵字 會支援出來的話 你就可以用搜尋的方式 直接去找 好 直接去找一些相關的 那這樣會比較多 那你如果真正要看你完整的 你在這邊它會有比較更多 有沒有 你會從這邊看到你 所有完整的照片 當然你也可以去選擇 看哪一張要 哪一張不要 你再把它真正整理到相簿裡面去 這裡有複製會移動 它就真正把你放到相簿裡面去 你可以自己放進去 有沒有 那如果你不整理也沒關係 至少 都照日期區分好了 要 以後要找也很快 那麼 修片的部分 我們就後面再講就好了 好 所以我想 你在這個行動APP上 你可以像這樣子 我們在做整理 有沒有變得比較方便 因為它會自動幫你做備份嘛 所以你就比較不用擔心說 我的照片 還得再把手機拿出來 然後再來讀 不用 因為都在雲端的 當然預設的話 它是沒有分享的 都是個人的 好 除非你 確定你要分享 那我們才去設定說 我要分享出去 或公開在網路上 這樣子 OK 那這個部分呢 您就可以先參考看看喔